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立法會的內務委員會今天召開會議 會議目的只有一個 就是要選出新一任的內務委員會主席 當然大家看畫面都知道 最終演變成為開大片 今天這個內會會議 為什麼會變成由陳健波去擔任主持 而不是做的郭榮鏗呢 因為立法會主席梁君彥 引用了議事規則第92條 委派了陳健波去擔任選主席主持 變相將郭榮鏗DQ了 陳健波也是相當聰明 在會議開始之前的45分鐘 就已經由整班保安大隊的擁束下 走進入立法會議事廳 佔領了主席台 坐在這裏 基本上這一連串的行動 完全就是把立法會的議事規則 當作一搭廢紙 如果真正正是按照議事規則來的議事 怎麼會由陳健波擔任主持才行呢 在會議之上 整班民主派的立法會議員 衝到主席台前面進行抗爭抗議 由建制派和保安大隊的積極配合下 將這班民主派議員 說得一個就一個 終於有十幾個民主派議員都被驅趕走了 大家有時間可以回放錄影帶 去看看到底這班所謂保安大隊 他們所採用的招式 他們所採用的手法 是怎樣去制服這班民主派議員 基本上跟外面那班警察 沒有什麼分別 例如他們用膝蓋去跪頸 或者跪心口 這些是常見警察所用的手法 有些幫忙在後面咬腳 也是常見的手法 那為什麼這班人 你是立法會的保安 似乎是受過相關訓練的警察 原來大家看看 立法會秘書處請保安助理的時候 其中一條的入職條件 就是要具備最少三年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紀律部隊 或者樓宇管理 或者和保安相關範疇的工作經驗 即是如果做過警察的話 他請的機會就相當大 其實之前羅冠聰已經寫過一篇文章出來踢爆 立法會的保安淪為了警察的俱樂部 那班退役警察 或者因為他自行原因退休的警察 諸如此類 總之是做過警察 很多都進去做立法會的保安 那為什麼會請這麼多這些退役警員 擔任保安員 原來根據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條例 就說所有被輸處的職員 包括了這班所謂的保安助理 原來都是由行管會來僱傭 在行管會被建制派霸佔的情況下 只需要聽從建制派的指令 所以就請這麼多這些退役警員 就是貪他們救藍 就是貪他們救了思想正確 就是貪他們能夠對付民主派出盡全力 所以這個行管會所請的人 保安員並非等閒之輩 不同樓下的看間 全部都是受過專業訓練 好了 這件事亦顯示得出 警暴的問題 根本上已經延伸到立法會裡 如果這班人本身以前都是做警察 那跟警察在裡面維持秩序有什麼分別呢? 更何況就是 這班所謂立法會的保安 不是在維持秩序 而是以維持秩序之名 行踐踏民意之實 現在這班人全部都是有民意授權 說趕就趕 一趕就趕14人出去 你都愚蠢 所以這屆立法會選舉 為什麼這麼關鍵就是這樣 我知道有些人未必對聽 就說35加都沒用 35加之後 中共都會DQ 或者會收買 有些人使得他賭歌 這些已經是後話 首先來說 我們要盡全力去做 起碼就問心無愧 起碼作為一個市民來說 已經盡了力 如果是真的不行 35加其實未必一定成功 是有機會不夠票 或者有機會滑鐵爐 Touch with 說句 好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 那就沒辦法了 對嗎 謀事在人 誠事在天 但是如果連自己都放棄權利 那就不行了 這次這件事又再突顯得出 35加的重要性 如果35加成功了 而又沒有任何差池 沒有被DQ的話 起碼在選內務委員會主席的時候 就不用出現這些荒唐的畫面 根本上是夠票來擔任選黨主席 所以一定要用盡全力 讓他能夠做到35加 做不到 或者做到之後被DQ 這些是後話的 基本上是偽名題 另外有一個人一定要強烈批評他 這就是熱血公民的鄭松泰 四年前選舉的時候 又說自己是本土派激進派 入到議會當中 就會搞議會抗爭 現在入到議會當中 被人拍到你 全程今天就坐在那裡 屁股就貼著椅子 這些是什麼議會抗爭呢 連民主黨的老泛民 黃碧雲 他也跑了出去衝 這些人還坐在那裡 這些人是很容易試的 還有一群人都要幫他鬥 有些本身說要投白票 又說要投給鄭松泰 大家要警醒到底這些是什麼人 初選他們就說得不參加 所以大家一定要警醒 投票的時候一定要慎重地考慮 當民主派的立法會議員 坐在那裡沒有站出去衝擊的時候 這些人以及支持者 就猛罵泛民 就說他們完全懂得坐在那裡 一點都不去衝擊 好了 當這群人都主動走到主席台前面的時候 就輪到他自己坐在那裡 然後他的支持者還可以找一千幾百個理由 一千幾百個藉口出來幫他鬥 所以大家就一定要看清楚 這些人的真面目是怎樣 不要被他蒙蔽了 根本上就是混混 你衝擊吧 你不早 你自己坐在那裡 所以大家看到 這群人批評民主派並非要促進民主派的進步 或者指出民主派有什麼可以改善的地方 而是純粹想消滅民主派 然後在這個選舉當中撈取選票 所以很簡單 這群人選進去的時候 已經是四年的時間 根本上沒有做到他口中所謂議會抗爭 純粹是選舉口號 但大家也會有一個心理準備 就是如果一旦這個35加未必做得成的話 可能這些用保安員來驅趕民主派議員 出議事廳的做法 就是變成了常態化 所以大家一定要拿緊這個機會 怎樣都要投票 所以那些居住在外國的益友 而你又是合資格選民的話 當你發現到自己的時間條件和經濟條件 都是容許你去投票的話 希望你也會買一張機票回來 投下你神聖的一票 接著就說一下這個限聚令 有多家媒體引述了消息指出 說特區政府傾向延長最多8個人聚集的限聚令 最多14天 但會考慮有條件放寬某些活動或場所的限制 最快明天就會公佈 據了解特區政府考慮到 上星期剛剛出現的梨木樹群組感染 由於源頭未明的關係 現時取消或放寬限聚令未必適合 到底請問你會何時放鬆 現在已經作出一個大規模的檢測 目前衛生署已經派出了3,000個樣本評 收回來的是1,300個 有1,000多個驗了 全部都是沒事的 可能有些輕症自己康復也不知道 你這個限聚令 由於你不是真的為了防控工作而去做的 根本上你是為了擴充警權 你就是要使那些警察可以在街上 很輕易地運用599G的條例 所以你就不斷來延長 不用騙人 走進商場你也可以用599G 到底這些人在做什麼 行商場你都要限聚嗎 那不如不要上班 完全都是惡法 你又不應該再去做 沒有大規模出現了一些個案數字的時候 你就應該要取消了 而且這個限聚令本身是到星期四戒滿的 如果再延長14天的話 即是就去到6月4日 剛好這個六四集會就沒得搞了 到底你是不是借頭借路 要令到這個搞了30年的活動 是要它取消了 是不是 這個完全就是瓜田理下 而且你不斷地延長的時候 只要有一單兩單個案 你都要繼續永續延長下去 如果是這樣的話 香港人的遊行集會示威自由 變相就是完全被剝奪了 再延長下去的時候 分分鐘6月9日 6.12日 6.16日 7.21日 8.31日 全部你都不需要去走出來 繼續永久限聚下去 是不是想這樣呢 如果是這樣 不如你連9月6日也不要搞了 是不是 到時候就說 哎呀不行 還是很嚴峻 市民不能夠聚集在一起 不可以進行投票 你不如這樣說 到時候借頭借路 我相信不是沒有機會的 如果他們察覺得到 民意仍然是非常強烈的 派了這麼多公帑出來 原來那些市民都是很頑固的 怎麼都不肯投回建制派的 一計算過條數 如果真的可以35加成功 分分鐘他不搞也有知道 他就藉著說這個疫情的問題 是不是宣佈延期又可以 怎麼都可以 反正他現在打橫行打斜行都可以 這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